武神主宰 第5720章 一切都好了 作者 按摩师 你怎么了 魔力紧张到 他还没有恢复记忆 宁木瑶突然上前 一指墨地点在赤岩眉心 嗡 无数记忆如同潮水 瞬间充斥赤岩的脑海 此时的赤岩呆立当场 无数的记忆如同滚滚潮水 在他的脑海中激荡 一旁 巴凯等人都身躯一阵 眼神难以置信 看着这一幕 这 这群强者 究竟是什么人 赤岩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巴凯额头冷汗都冒出来了 背后衣袍 被冷汗浸湿了 恢复前世记忆 这样的手段 简直就是逆天 须知 任何死灵出现在死灵长河 他前世的记忆 都会被封印 就如同喝了孟婆汤一般 和前世做了彻底的切割 直到进入轮回之后 便是另外一个全新的生命 而想要将其记忆恢复 必须利用死灵长河的轮回之力 对其进行逆转 这等手段 即便是传说中 冥界的四级大帝都无法做到 可眼前这几人 竟然可以让死灵恢复记忆 光是想想 就让无数死灵不由颤夺恐惧 他们却不知 幽冥大帝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宁木瑶和笑笑 作为死灵长河之灵 却并非是什么难事 只不过 他们不会肆意去恢复死灵的记忆而已 因为他们作为守护死灵长河的灵 必须维持死灵长河的运转 而强行恢复记忆 却是违背死灵长河规则的 但偶尔为之 却并不是什么大事 轰隆隆 此刻 赤言曼妙的身姿一颤 前世的无数记忆 一瞬间全都回来了 以魔族崛起 入侵天舞大陆 重伤后进入吞天魔瓶沉睡 被魔力捡到 双方一开始彼此利用 相互扶持 到后来 渐渐产生感情 再来天界强者降临 他自己身死 利用吞天魔瓶碎片 化为血兽 和魔力一同飞升天界 天界之中 他和魔力历经千难万险 最后又重塑红颜武皇肉身 一切的一切 全都清晰陈现在了脑海中 宛若倒放的电影 如此清晰 恍若隔世 最后的记忆 是为了从冤魔老祖手中 救下魔力 自爆肉身 演化火焰大盗 魂飞魄散 泪水 莫名从赤炎眼角滚落了下来 他体内无数的情感 此刻如同火山一般喷不而出 根本无法抑制 赤炎魔君 他喃喃开口 这一刻 他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想起了自己前世的一切 想起了那个无法忘记的夜晚 和魔力缠绵的快乐 莉儿 赤炎魔君抬头 止不住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他的双手 颤抖着捧起了魔力的脸 魔力也就这么 无声地哭泣着 这一刻 他这个从天舞大陆 便一路崛起的盖世枭雄 却是忍不住的哽咽抽泣着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赤炎大人 魔力哽咽 众目睽睽之下 两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手掌用力 仿佛要将对方给死死揉进自己的身体中一般 永远都不要分开 而此刻 秦晨 思思 宁木瑶 笑笑等几人都在远处 微笑看着这对情人死去后的再次相见 一旁 巴卡和其他死灵们 却颤抖了 扑通 巴卡直接跪下了 裤子湿漉漉的 这特么 巴卡都快要哭了 原来自己爱上的死灵竟有如此背景 也不知道说他是有眼光呢 还是没眼光 虚空中 魔力和赤炎魔君就这么紧紧抱着 感受着彼此的呼吸 彼此的气息 彼此的心跳 虽然赤炎已是死灵 不会有心跳 可他那种激动的情绪 让他体内传来喷喷的声音 没有人去打扰 都静静看着这对美好 思思微笑看着秦晨 看到魔力和赤炎 他也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和秦晨 右手不由自主牵住了秦晨的手 韩晴默默看着秦晨 就这么微笑着 宁木瑶见到这一幕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落寞和失落 秦晨体内 混沌世界中 黑莲圣史也静静看着眼前这一幕 皇族大人 黑莲圣史眼角莫名的也有泪水滑落 心中又是难受 又是高兴 就这样魔力和赤炎魔君也不知抱了多久 这才终于分开 赤炎魔君双眼湿润 抬头看着魔力 泪水止不住地流 他激动地颤抖着 仔细地看着眼前让他魂牵梦绕的男子 那个让他死后都无法忘记的男人 看着那眉毛 那双眼睛 那鼻子 和当年的模样一点都没变 丽儿 这真的是你 赤炎魔君都哽咽了 眼睛泛红 赤炎大人 是我 真的是我 魔力也哽咽着 可这里是明剑 你怎么 怎么会 难道你也成了死灵 被冤魔老祖杀了 赤炎魔君突然似是想到了什么 急忙抓着魔力的身体 感受到他身上的温度 这才忍不住松了口气 不是死灵 丽儿他没死 这个时候 他还在担心魔力 魔力眼中有泪 感动到 赤炎大人 我没死 那时候多亏了你的涅槃重生 丽儿才能从冤魔老祖手中活下来 那你怎么会 赤炎魔君有些难以置信 他可是知道 冥界的可怕的 一个阳间人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丽儿想救你 所以便来冥界了 当然 这还要多亏了秦晨 魔力解释道 秦晨 赤炎魔君一个机灵 急忙抬头 就看到了魔力身后的秦晨 脸色顿时大变 秀 他身形一晃 急忙拦在魔力身前 将他护在了身后 声音颤抖道 秦魔头 你要对丽儿做什么 秦晨 宁木瑶和笑笑 也惊愕看着秦晨 魔头 秦公子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绰号 魔力急忙拉住赤炎魔君 赤炎大人 我和秦晨现在是合作关系 若非是他 我也不会那么顺利 在这冥界中找到你 并且将你的记忆恢复 说着 魔力急忙护在赤炎魔君身前 有些紧张到 秦晨 赤炎大人就是这脾气 你 你千万要见良 别往心里去 别怪罪他 我 我在这踢他 给你赔罪了 妈的 感知到周围那些恐惧和怪异的目光 秦晨的脸顿时都绿了 靠 自己有这么可怕吗 魔力和赤炎魔君这对夫妻 也才能黑自己了吧 这不是败坏自己的名声吗 扑痴 思思见状 却是不由笑了起来 好了魔力 秦晨可不是那种人 你们夫妻再度相见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的美好日子了 给你们一点空间 思思笑了笑 牵着秦晨的手掠向前方那城堡 对 赤炎大人 走 我们别在外面了 前面是你的城堡吗 我们过去慢慢说 魔力眼泪争干 当即拉起了赤炎魔君的手 这 这城堡是巴卡大人的赤炎魔君急忙到 巴卡大人 魔力转头 目光看向那贵妇在哪 裤裆都已经湿了的巴卡 那一双深邃的目光 与巴卡的目光 瞬间接触到了一起 哄 巴卡只觉得脑海嗡嗡作响 仿佛突然坠入无尽深渊之中 无法呼吸 无法动弹 如同死了一般 赤炎大人 没对你怎么样吧 魔力冷冷说道 从巴卡之前的状态上 他感觉 巴卡和赤炎大人之间 有某些莫名的瓜葛 顿时神魂入侵巴卡的脑海 哄 无数记忆 被魔力感知到 在看到这巴卡 竟然要那赤炎大人为妾之后 一道恐怖的杀意 从魔力身上陡然生腾了起来 哄隆隆 这一座小世界都颤抖起来 宛若末日来临一般 下方无数死灵都惊恐地跪幅了下来 身躯无法动弹 如同任人宰割的鱼肉 时间都如同凝制了 啊 那巴卡的死灵身躯 当场便要粉碎开来 算了 烈儿 这时赤炎魔君急忙拦住了魔力的手臂 将他的杀意安抚了下来 魔力疑惑看着他 赤炎魔君摇了摇头 这巴卡虽然对我心有不轨 但不管如何 这些年若非是他 我在这死灵世界也不会安逸存活到现在 算了 你我能相见 已是天大恩赐 便饶了他一命 让他有轮回的机会吧 魔力的眼神瞬间变得温柔起来 既然赤炎大人你这么说了 那烈儿就饶了他一命 能再见赤炎魔君 这种重逢的喜悦 甚至于超越了突破大地变 带给魔力的激动 恍惚间 魔力感到自己 似乎回到了天界的岁月 和赤炎魔君一同流淌 一同相依为命 一同缠绵的日子 那时候的他们 虽然狼狈 虽然居无定所 可现在回忆起来 却那般温馨 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当年赤炎魔君之死 让魔力陷入疯狂黑暗境地 不惜一死 也要复活他 而现在 一切都好了 散去杀意 魔力牵着赤炎魔君的手 掠向了前方的城堡 呼吱 呼吱 在场的无数死灵这时候 才从那种绝望惊恐之中 回过神来 原本凝固的时间 也再度恢复了流动 恐怖 可怕 他们脑海中 只有这一个念头 先前那家伙 绝对是一个魔鬼 城堡之中 秦晨一行人 都围在一张桌子坐下 另一边 魔力和赤炎魔君 则讲述着这些年 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听到魔力 遇到这么多危险 赤炎魔君一颗心 一直死死揪着 本章完 今天早就会有个人 但是有一点 看着它 我可以伤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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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我可以伤扶大 为你伤扶大